財團法人柏佑社會福利基金會數學教學影片 本影片由鴻海教育基金會贊助錄製 106年國中數學教育會考選擇題第14題 好,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題目 題目說下圖為平面上5條直線 L1、L2、L3、L4、L5相交的情形 這個圖形它有L1、L2、L3、L4以及L5 5條直線它們相交的情形 那現在根據呢圖中它所標示的角度 這裡有一個角、兩個角、三個角、四個角 圖形上標示了四個角的角度 那我們去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裡有A、B、C、D四個選項 那我們根據這個圖形 以及圖形上面標示的四個角度 去判斷那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四個敘述在說什麼好不好 好,來A講的是L1跟L3平行 L2跟L3平行 B呢也是去看看L1跟L3 L2跟L3的關係 C跟D也都是看L1、L3、L2、L3它們的情形 那我是判斷兩條直線有沒有平行 對不對 那同學想一下我們國中所學的 怎麼樣利用角度去判斷兩條直線有沒有平行呢 來,第一個叫什麼 內錯角相等 內錯角相等的話 兩條直線平行 第二種呢 同位角相等 同位角相等的話 兩條直線也平行 第三種呢 同側內角互補 同側內角互補的話 兩條直線也是平行的 好,來,那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圖形上面 它所給的角度 來判斷 到底哪兩條直線平行 那哪些直線又沒有互相平行呢 好不好 好,來,那我們看一下 A、B、C、D四個選項 前半部都是看什麼 L1跟L3 所以都是看L1跟L3有沒有平行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在圖形上 因為好多條線 所以 我們先看L1跟L3就好 來,L1 跟L3 那看看這兩條線有沒有平行 剛剛是不是說有三種情況 對不對 那我們看看 這裡 L1跟L3 咦 L4 是不是 是不是 L1跟L3的 結線 對不對 好,來 我們把 我們的解題過程 寫下來一下 好,來 我們看 第一個 我們知道 L4 為 L1 和L3的 結線 咦 咦 那看看 L4 是L1跟L3的結線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 題目給的 92度跟92度 這兩個角 它 是不是 L4 結L1跟L3的結角 對不對 而且它們是什麼 同 側 內角 對不對 這兩個角是同側內角 那我們看看 判斷兩條直線有沒有平行的其中一種 是不是 同側內角 有沒有互補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兩個同側內角 相加 有沒有 180度 好,來 92度 加上 92度 咦 等於幾度 等於 184度 哇 那 有沒有互補 它 不等於180度 喔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同學 L1跟L3有沒有平行 就沒有平行喔 所以L1 和L3 它是 不平行的 好,來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得到的是 L1跟L3不平行 我們看看選項 L1跟L3平行 是錯的 那這裡 B也是平行 錯的 C跟D 都是不平行 所以目前 A跟B選項 是錯的 有可能的就是C跟D 這兩個選項 那接下來呢 再看看 L2跟L3 他們 到底有沒有平行呢 來 我們看看 判斷L2跟L3有沒有平行 那我們找找看 相關的角度對不對 他相關的角度 有這裡 88度跟88度 那這兩個角度 欸 是不是L5 去結了L2跟L3 結出來的角度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也寫一下 L5 L5 尾 L2 和L3 和L3 結線 好 好來 那結出來之後 我們看看 這個角 88度 這個角 88度 欸那這兩個角 欸是不是 內錯角 也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同位角 也不是 是不是同側內角 也不是欸 那怎麼辦 來 我們把它 這個88度拿過來 好不好 欸這是對頂角 對不對 對頂角 是相等 也是88度 那接下來看看 這個88度 跟這個88度 欸 是什麼關係 是不是 同位角 對不對 那同位角 88度 跟88度 欸 相等欸 同位角相等怎麼樣 是不是 兩條直線的平行 對不對 所以L2 跟L3 也是互相平行的 好來 那我們把原因寫下來 好 它同位角相等 好 所以這個時候 L2 和L3 它是 平行的 好來 那我們第二個得到 L2跟L3 它是平行的 那我們看看 選項 L2跟L3 平行 所以 我們最後 選的答案 就是C 選項 好 所以同學 這一題 我們最後選的是 C 這個選項 柏佑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本影片由 鴻海教育基金會 贊助錄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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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